我是阿天 今天是1月11號的凌晨1點59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牧羊少女的午後時光 那我基本上我是道具全買 然後這樣是多少錢呢 2000鑽 然後這是1萬鑽 所以是12000鑽 買差不多3天吧 所以說大概是花了36000鑽 然後再加上每天送的免費的這個2000 所以我的排名是65名 那我覺得只要有稍微課一下金的話 應該是可以到前40名 那65名呢 獎勵其實還可以喔 有這個4萬的小羊徽章 4萬的小羊徽章就相當於是4萬鑽石 因為你這個花多少鑽 你就是多少積分 那他說我可以進去排名商店買東西 但是這個排名商店 我原本以為說這個 因為他是說這個排名商店開放的話 會不會多出新的東西 結果沒有只有這三個東西喔 所以我當時是想說會不會 這個等到排名開放的時候 突然這邊排名商店多出很多東西 然後讓這些沒有去 剛開始參加活動的玩家 就是堆心掛說 你看你看你看 我們那個排名商店打開之後 有很多優惠的商品 結果呢至始至終就是只有這三個 一個是金幣 然後兩個是對話框 那對話框的話我覺得這個氣泡框 你又不是聊天一直在那邊換氣泡 我覺得這個你有換過其中一種就好了 那另外這個10M 10M金幣的話 也許齁也許在 在你升級的時候會用到 那但是呢如果說你要換金幣的話 你不如直接換東西喔 譬如說你看這個 7500K齁 10M的話就是 10M的話就是1萬K嘛 像這個7500K是50個紅之石 然後是30個紅之金 那我們來看看齁 7500K是30個紅之金嘛 那如果說 我們在商店裡面 換這個紅之石的話 是120個 然後1800就可以換60個 那剛剛那個是 這個多少 30個就要7500K嘛 那30個7500K的話 如果說是60個 就是差不多是15M喔 所以這樣比一比呢 其實這個 金幣的性價比沒那麼高 那所以說我覺得商店的話呢 金幣留著去升級就好了齁 那其他東西呢 我覺得在紅豆商店 換會比較划算一點 那10抽的話就是價值 2700K嘛 那這個看狀況齁 這個基本上都是用得到的 那我覺得 我要換什麼呢 欸好猶豫喔齁 這個一下子這麼多資源 欸你要換 你要換這個聖殿聖院角色也是可以齁 一次換個兩隻 換個兩隻好像也是不錯齁 然後其他的角色的話 這些都是舊角色我覺得沒有什麼必要齁 那至於這個聖殿跟深淵的角色 哇養得起嗎 養不養得起也是一個問題齁 然後沒有的話其實我覺得也沒有什麼關係 反正就是 欸玩放置嘛 好那目前先看一下我的這個聖殿深淵的角色齁 欸聖殿 哇都差很多啊 他是這個誰 欸革雷嘛對不對 革雷的話 然後另外一個是 欸另外好像也是 欸是格鬥家嗎還是戰士 欸完了完了完了 另外一個我不會一直都沒有吧 我們看一下深淵角色 欸真的欸我深淵我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喔 啊有啦有啦有啦 我有兩隻啦 斯加古爾是不是 喔要換嗎 呃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不要好了齁 那個是大佬的活動齁 我換個兩隻其實對我的戰力提升沒有什麼意義 那圓金石的話 圓金石的話有點猶豫欸 圓金石的話也是不錯齁 但是你要 你要注意看他的位置齁齁 這是1 呃他應該是1 2 3 4 5都有吧 強襲戰術的1 2 3 4 5 6 然後欸沒有1 2 3 4而已 然後生命支援的1 2 3 4 喔喔生命力場 欸生命力場的5 6 然後引力變化5 6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很急欸 算算算算 我還是換最實在的東西好了 我把這些換完好了 然後 這個蘇也換一半好了 然後這個也換一些 那 這個 這個就換 種族抽我就不要了齁 因為種族抽的話 他不會有那個SP兌換齁 所以那個普通抽的話至少 每個月還有 不是不是 每週還有一次 100SP換一個這個 當週的這個英雄 雖然說都是一些舊英雄啦 好然後 欸你看這個 這裡是4000啊 那這個排名商店好像也沒什麼了不起 好 那就 我看一下齁 書本換一換 然後這個 石頭也換一換 怎麼換比較划算啊 好猶豫喔 我看換 繼續換紅之金好了齁 這個我覺得比較稀有 然後剩下2000呢 來換個 粉塵也是永遠用得到嘛 好啦 粉塵啦 粉塵就要2000喔 喔 那其實蠻貴的耶 好 然後最後呢 金幣 OK 全部都換完了齁 好像也是 也是不錯啦齁 花了3萬多 然後換了一大堆這個資源 我覺得還蠻划算 但是重點是 你必須要搶到這個65名齁齁 你如果說沒有65名沒有送這個4萬個徽章的話 我就 這個4萬個徽章的話 我就覺得不划算齁 那下一次活動只要有人稍微克個金的話 可能排名就擠不到這個60名齁 好 那 說著說著呢 我們現在有這麼多資源 看要升什麼角色齁 我是有點想要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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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娜塔下升到40 但是他真的是花太多了這個紅之石齁 喔 你看這個 升一個要1000耶 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個好困難喔 我已經升到36已經算是非常非常盡力了 那算了 我們剩下其他角色好了 哪些角色要練呢 其實蠻多的喔 我最喜歡這個海棠小姐 跟菱蘭 她現在是 哎呦 她現在是20級喔 要升到30級是不是 君靈 這個我覺得也是不錯耶 蠻猶豫的 然後 許得拉 許得拉 我記得我才升到10而已喔 許得拉喔 嗯 欸不對 我剛剛是換很多紅之金喔 紅之石好像沒有很多 欸 我再 我 我再考慮一下好了 小馬 小馬的話呢 嗯 小馬的話 這個也是要慢慢升喔 這一次我覺得遲早也是要升上去的 嗯 紅之領域 如果說你不知道你要升什麼的話 譬如說你看 他的這個技能一個是生命賦予 然後一個是神河復蘇 那不確定要升什麼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冒險這個地方 看這個熱度榜 那熱度榜這個地方有這個前能榜喔 然後我們去看這個角色 那我們可以選陣營是聖殿角色 像我剛剛在猶豫不知道升什麼的時候 欸這邊 這邊就有大部分人都是選擇這個生命賦予 那生命賦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我是不是選擇生命賦予喔 呃看一下 前人 對我也是選擇生命賦予齁 所以大概是這個方式 如果說真的不知道選什麼的話 那就跟大家一起選吧 好那我自己再慢慢猶豫一下喔 看看這個珍貴的紅之金 要先讓誰上30喔 像我第一個上30的是女王 因為當時是煉女王 誰知道說後來就變成安娜塔西亞 然後第二個好像是火焰擊 第三個才是 開始轉煉這個這個安娜塔西亞喔 OK好那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掰掰